你好,中美爭霸 这部片播出是4月18日的 喂,大家好 昨天4月17日我们在无线新闻看到 美军在菲律宾高调宣布部署中程导弹 这件事对中国那边做一个很极端的挑衅 因为一直都会说 会不会日本部署中程导弹针对中国呢 因为这些是挺杀伤性的 挑衅也很离谱的 近次1962年的时候 苏联就要在古巴装核弹 搞到其实差点打核战 所以你说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是一个好玩火的行为 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呢 当然跟中东局势有关 所以稍后跟大家一次详细去分析 当然大家会问中东局势就是问 究竟以色列何时向伊朗报复呢 还是美国会按下它不报复呢 那么我们先进正题 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受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和按铃铃铃的 请你们每天的12点或晚上 看看什么片段出 局势是复杂的 那么我重复它说一次 以色列的立场呢 就是因为它打仗打得很差 所以连哈马斯都打不赢 跟着呢 伊朗呢 基本上呢 就慢慢叫一些乾弟弟 譬如说 黎巴嫩的真主党 黎巴嫩真主党 不是直接是黎巴嫩政府 是其中一股势力 但是 他们那班人呢 比哈马斯更加好打 跟着 胡塞武装封了红海 令到以色列经济已经是 已经死定了 其实呢 现在呢 以色列呢 陷入一种叫阴光的局势 就是说呢 你慢慢呢 如果不做任何突破的话呢 就慢慢会阴光 而这个所谓的慢慢呢 是有可能过不了2024年 这个是很严重的 因为胡塞武装 守着红海的时候呢 以色列很多经济的运作呢 是瓦解的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红海是有一个 有一个重要港口的 这个重要港口在这个位置 但是现在呢 是没有任何船进去停泊的了 可以说呢 以色列呢 整个状态呢 是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呢 没有战略重心 没有资源 靠出入口贸易的话呢 已经呢 陷入绝境的了 所以 他才会发颠 4月1日去炸伊朗 住坠里亚领事馆 就要逼美国下水 替以色列打仗 这个就 说过 但是我还要再说一次 所以伊朗的角度来说 虽然是听到很多的分析 譬如说我们提过呢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加兰特 但是呢 始终加兰特 都是一个呢 一个呢 是 以色列人 是中东的以色列人 他不可 他自己都会想到 喂 因为 现在以色列是在亡国边缘 拉美国下水呢 是 其实是为整体 以色列的利益 这个呢 要这样理解啊 你不要以为说 哎呀 这个 加兰特 他会被拜登收买到 不敢保证 但是有可能都是收买不到的 所以呢 这些要看形势啦 不过呢 始终以色列 始终是全亡之秋的时候 就是逼美国下水呢 变成他们的要务 那当然啦 如果他逼不了美国下水 那不如准备移民去美国啦 就是这样啦 所以呢 究竟怎么选择呢 喏 如果 以色列 唯有 就 遇过 被 这个的伊朗 炸过去啦 我说伊朗呢 其实那个 那个军炸呢 其实 虽然呢 是点到即止 但是都是真打的 因为呢 在当中里面呢 你有大量的无人金融导弹打过去 很多都拦截到也好呢 当中里面都有 尺微的分别 是可以拿到很多的 军事的数据 这些军事的数据呢 是可以试语到以色列的一些虚实的 明不明啊 而 当中里面呢 伊朗是射射了一些超音速导弹呢 是击毁了一个呢 以色列南部的情报中心 和呢 在哥南高地里面其中一些的空军的基地 其实呢 伊朗呢 把握了数据的话呢 就慢慢慢慢吃咯 是吧 我半年后 一年后 我再咬你又如何呢 是吧 所以呢 所以呢 以色列就更加心虚了 所以呢 有些说法 如果内塔尼亚湖 如果合理地团结到加拿大 的话呢 就很快会 再攻击伊朗本土的 但是这个呢 始终我都是觉得 我偏向看呢 六七成的机会呢 以色列一定会打伊朗 啊 但是剩下两三成呢 我就在怀疑着 有没有可能 美国有方法 做低啊 内塔尼亚湖 如果加南特不听话的 那美国会不会找人暗杀他呢 做低了他呢 那你说 摩萨德你猜是废的吗 那就是说 以色列的情报组织都很出名的嘛 这样 但是很难说的 这个世界 我也是不知道 那 for 以色列的利益 就一定要报复伊朗 而且要搞到大大祸 的 伊朗和以色列打大仗 就美国被迫落水 那如果 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现在第一关就是 美国用一些 疯狂的手法 禁停战争 搞定了内塔尼亚湖 加南特 但是以色列就 慢慢等 这些中东国家 烟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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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 是吧 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Cielo 我就假设 走到下一步了 以色列 军击了伊朗 导致伊朗和以色列被迫 发动正式的战争 这个叫不叫做 第六次还是第七次中东战争呢 不知道了 起码叫做伊朗以色列战争 如果引爆了的话 有两步棋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 就是 美国坚决不理 以色列了 抛弃它 有得以色列 露底 那你和伊朗去打 大家斗军 伊朗 是被你以色列大军炸的嘛 炸完大使馆再炸本土的话 伊朗也拿到道德高地啦 美国抛弃了以色列的话 那其实就变了呢 很多伊斯兰世界呢 就会支援呢 你伊朗 甚至中国啊 俄罗斯都会觉得 喂你被以色列欺负 我就支持你了 那资源上 以色列如果被美国抛弃 就一定是输的了 就是2024年 以色列就会亡国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美国落水 在中东潜扰 美国在中东潜扰的话呢 那由于就是 内部美国太多犹太人啦 一定要逼他要 要太以色列出头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会 俄罗斯会全力 在乌克兰那里打啦 所以呢 俄罗斯现在很静的 因为呢 现在设好一个这么好的 试图架 玩你美国的时候 就是想 伊朗和以色列 真正爆发战争 看你美国怎么做的嘛 美国你一落水 俄罗斯就真的全力 填下去乌克兰 那另一边 中国当然会吃台湾啦 那但是 在这个那么紧张的时刻 美国就没有把握 你按得住内塔尼阿湖 所以他就出绝招啦 他控制到马可思 那马可思基本上 美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那他就现在在菲律宾部署 中程导弹 那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 挑任中国呢 主要原因就是 如果在亚洲这边 中国是忍不住出手 搞你 菲律宾的话 因为这个呢 那个威胁性呢 我都说近似 1962年 苏联 部署 他说 核弹在古巴 搞得 古巴飞 这个导弹危机啦 差点啦 金艾迪就威胁要打核战嘛 那么 克鲁厢夫 最后就 就屈服 就撤走了 这个 古巴的 核弹 美国也都低谱 低谱地妥协 就在土耳其 就撤走了一些 核弹 那样 就后来就了一件事啦 但是 现在美国 在 菲律宾这个搞事的话呢 就是逼你中国 出手 搞菲律宾 不知怎样搞 但是要逼你中国搞 这样呢 美国就直接 抛弃你 以色列啦 我之前说过的嘛 331C 我这样说的嘛 美国 在2015年 开始搞伊朗核协议 就想抛弃以色列的啦 不过那时候抛弃了以色列的话呢 他想用伊朗的代替 那现在呢 所以呢 特朗普在2020年 杀所罗曼尼 就是保证 民主党政府 是上台之后 2021年上台之后 是不可能 是跟伊朗重拾旧好 如果跟伊朗重拾不久 的话呢 就抛弃不了以色列 所以拜登也是被逼的 喂 管来 他最討历尼阿胡的 但是去年10月7日之后 爆发了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之后 他在中东真的没有了 是不是 他不可以换帐的了 不可以用伊朗去代替以色列的了 那就迫着撑以色列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在一个重要关头 美国就可能就现在 拜登已经表态了 就是说 如果 可以的话 他诚于 在西太平洋挑拨战争 挑拨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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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大陆还没拿到台湾之前 我就 摆了兵马 落到阵子 就说 喂 你是不是打 我现在所有力量都摆了西太平洋 那你打了大家 攬炒 大陆生肉贵 看你呢 如果你真的所有力量都抽到西太平洋 大陆就会停手 不会跟你硬拼 大陆只会等你呢 跌入中东旋温的时候才动台湾的 现在呢 所以说 美国 究竟这一个表态 就是说 喂 以色列和 伊朗 就算打仗都好 我都会抛弃以色列的了 这个究竟是 就是 真正 拜登的立场 还是在摆大 的样子呢 就是 因为他这样做 他想传递的讯息 说 喂 你不要以为你大陆 你会撿到死鸡啊 以色列和伊朗打仗 我会抛起他 我会把所有力量都放在台湾 就是他抛大陆 抛大陆 大陆就会相信吗 现在的样子呢 我不是太肯定 最后一件事的结果 不是太肯定 真的不是太肯定 如果你 以色列和伊朗开战的话 最后 美国怎么做 因为呢 到真的发生的时候 内部的压力呢 说的话又不同 拜登的意愿 就是抛弃以色列 保台湾 但是到真的发现 以色列和伊朗打仗 是不是这样做呢 可能内部的金主啊 内部的金主太多犹太人了嘛 究竟怎么做呢 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这么说 不过 无论如何都好 我都说说了 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爆发战争 美国要是下水 要是不下水 只有两个可能性而已 两个可能性 都会令到美国在一个必输的境地 如果美元 是因为它在中东下水 那 那当然 大家都知道 喂 美国一定会失去整个乌克兰和台湾 是吧 那美元是会不行 那如果美国抛弃了 如果美国抛弃了 以色列 硬保台湾 那俄罗斯就会和你客气吗 就照顾咯 你看看你又 你说用力去救台湾嘛 那我掃乌克兰 你是不是有力去救啊 是吧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那些中东国家看到 你美国在中东 所有的棋子都掃倒了 以色列都亡国了 是不是 你抛弃以色列一定亡国的了 20亿人为你 以色列 那石油美权基础就没有了 那我中东国家 为什么还要用你美金 还要收你美金卖石油 就是说 现在美元指数升到 106 是一个虚高来的 现在美国陷入一个必输的局面 谁拿美金都死 如果你拿金呢 赢面很高 那你说香港和美元挂钩啊 会不会香港和美元绑死会仆街呢 当美元陷入一个瓦解的境地 那阿爷当然会叫香港 就放弃和美金挂钩啦 是不是啊 就和一男子货币挂钩 或者和人民币挂钩啦 阿爷就会应对的了 那我今次先说这么多先 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说了 虽然我都不敢保证 我的预测一定尽 不过美国真的陷入一个必输的境地 如果伊朗和以色列 引爆战争的话 除非引爆战争之前 将整个内塔尼尔湖 整个内阁所有人 连金拔起 全炒掉了 不知道拜登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好 先说这么多 是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